青铜器不再是地权的象征 昂贵的造价也非小邦国可以负担的 因此陶瓷取代青铜器成了中国的神圣机器 他们往往用交廉价交易制作的陶瓷 复制尊等古青铜器器 并且取代青铜成为了祭祀的用品 为了大量烧制这些早期的器皿 著名的龙瑶于是诞生了 龙瑶因其建造方式而得名 八十公尺长的瑶如长龙盘踞山腰 整座龙瑶内可以容纳三千只的陶罐 新加坡的这座是最后一座现存的龙瑶 熟练的匠师全天候观察火焰的颜色 借此判断瑶内的温度 火头熄灭前龙瑶可能已吞噬了六吨的木材 冷却三十六小时后才能打开瑶门 但瑶公得再等上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取出陶罐 而不至于烫伤 早在商朝 瑶公从瑶内取出成品时便注意到 灰烬掉落在陶瓷上形成闪亮的钮斑 他们于是尝试制作钮料 将其均衡地涂抹在烧制的陶瓷器皿表面 罗马帝国兴起之前 中国人便以透明钮料添加金属 做成了色釉 烧制出玻璃般的效果 色釉桃也用来制作人勇和各式用品 专门工作贵族 侍咒等阶层的人殉葬之用 死者生前可能使用过这类灶台 中国人相信 死者会将陪葬物带到民府 他们希望确保生前死后 同样享有荣华富贵 这是千又桃 灶台上有两个锅子 还有各种食材 鱼 鸣虾 饺子 镰刀 和勺子 这可能是龟或鸡 外加天柴的灶口 还有个山灶火的婢女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罗马和其以西地带也使用这种千又 但千又是否由西方传入 却还是众说纷纭 有些专家主张中国陶将的千又 乃是由热中长生不老树的道家炼丹术士所启发 早在远古时代 探究长生不老树的炼丹术士 便利用溶签制作药剂 他们相信 这种仙丹能让人返老还童 吞服后便可长生不老 然而炼丹术士 无意间制成的仙丹 却是致命毒药 无数帝王 因服侍致命的丹药 一命无忽 火药 也是炼丹术士研究的副产品 人们当然迫不及待地将它用于征战 真是厉害的仙丹 道士将铅 沙和粘土融在一起 以便制作仙丹 许多学者认为 中国陶将沿用这套过程制作轻用 这就是轻辞 第八世纪时 在中国和远及中东最受欢迎的瓷器 便是胎质灰白的轻辞 中国人尤其钟爱轻辞茶杯 认为它的碧绿色泽 更能衬托中国茶的翠绿 茶水也因此愈发甘醇 土耳其素坛 则独中青幼盘 认为它有神力 装成的食物如果有毒 盘子会自动破裂 这在危机四伏的土耳其宫廷尤其使用 中国西部的陕西省山区 坐落着偏僻的小村庄 成鹿 它全然未受横扫中国的现代化影响 成鹿早在第十世纪便是官窑的所在 百年后的此时 这项传承依旧生生不息 每个村民都是陶瓷艺术的一员 代代相传的记忆早已炉火纯青 虽然已改用电动陶轮 拉胚和成形仍然沿用的是古法 有些家族专门金雕纹等特定的技术 使透明清幼下的纹饰 在烧之后清晰可见 以往烧桃用的都是新柴 如今煤炭成了唯一的燃料 因为山区陵木已烂伐殆尽 这座不起眼的屋子 生产的花瓶闻名全国 而且是政府指定的官窑 屋主的祖先可能曾奉命烧制御用陶瓷 虽然他无法住进摆设自己烧制的花瓶 那些舒适的现代化房舍 却对自己的手艺十分的自豪 坚守固有的传统 如千年前般 他的作品仍然是热门的外销品 成鹿村的各类传统代代相传 不曾烧变 零星散步的小耳朵 是唯一的例外 没有人知道这些小孩 是否会成绩祖先的技巧 现代生活的魅力 是否将诱使他们放弃古老的倾慈手艺 中国直呼这种青绿的陶瓷为青瓷 西方人则称它为Celadon 这名字的由来有一段有趣的意识 Celadon是法国浪漫舞台剧 阿斯特雷的主角 17世纪初 这出戏在巴黎风靡一时 就在此时 中国青瓷首次在巴黎露灭 因它类似此剧主角外套的颜色 于是称这种青瓷为Celadon 第九世纪唐朝统治期间 诞生了另一种青瓷 使陶瓷更加的身价非凡 那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密瑟瓷 只有唐代皇帝知道 密瑟瓷的制作方法 最后一任皇帝 则将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 千年来没有人知道 密瑟瓷是否真有奇事 或者只是拜官传说 直到1981年 地震使这座古佛塔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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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